大家好,今天看了一个消息 美国一个网站到牢里面去采访了86名专业的贼 然后就问这些贼,你们最喜欢偷什么样的住户 咱们看看这些贼是怎么说的 这个记者就问,你是怎么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的 大部分的贼都说,一般都是窗户或者门没有锁 然后进去的,或者是能撬就撬 撬不开的话,就一脚踹开门 但是呢,如果是窗户关的话 他们不太会从窗户进去,就是打破玻璃 说因为呢,那样会一个是时间比较长,声音比较多 第二个是呢,容易弄伤自己 所以这个贼还是挺注意这个自我保护 接下来呢,就是你一般进了房子之后 你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这个大部分的贼说呢,他们一般都是直奔主卧 然后搜索完了之后,然后再找其他的地方 并且呢,还说了一句,从什么炉子到冰柜到马桶 然后一切皆有可能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们一般什么时候去 这个贼给了一个时间,是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 这中间呢,就是大人上班,小孩上学 估计就是一般家里都没人 之后呢,就是问,如果家里有狗的话,你们会怎么样 基本上大部分的贼说,有狗的话就放弃了 但是呢,如果有个小狗的话,他们不怕 大狗的话,他们对付不了 另外呢,这个记者问说,在那个入室之前,你们会敲门吗 几乎所有的贼都说会 但是呢,如果是里面有人的话呢 他就说,我迷路了,找朋友啊,或者是敲错门了 等等 反正他们也会提前的,就是说给自己留个后路 另外呢,这些贼也说,如果有警报系统或者是摄像头 那他们基本上都会去放弃 另外呢,如果是能听到电视的声音什么的 他们也会放弃 或者说呢,如果外面停着车 可能他也不会进去 所以呢,大家不在家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这些贼呢,也给咱们提供了好的建议